好,那這一支是 ProTune 那已經先幫大家拆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裡面是不鏽鋼的材質 包含這個四角的軸層 都是不鏽鋼的 好,那接下來這一款叫 Boost M 那這一款我們在台灣是沒有在做的 只有大陸那邊有而已 那這一款的話它的材質比較差一點 它是用一般的塑膠的材質 所以用久了它可能這裡無端一點 那這一款的話就是跟它很類似 型號叫Boost A 所以 那接下來來講一下 它們這三款功能上的差異是什麼 那首先這一款 ProTune 它的樣子是怎樣 那我們這款設計就是它的長度比較長 你可以自己往後面按 按到自己的背 那不需要別人幫忙就可以按到自己的背 那我們還有另外一款是 有實用新型專利的 是這一款 那這一款的話呢 它適合自己手持 比較省力的 那你按久了它也比較輕 比較適合女生的 所以手比較不會痠 那這兩支我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這兩支其實我們工廠都是 可以給大家貼牌的 所以你看它就是貼上去的 那這一支工廠造一支大概就兩百多的名幣 那大家可能貼了一個Nike啊 還是艾迪達啊 它可能就可以賣四千多 對那這個就是可以給大家貼牌的款式這樣子 那這一支也是可以給大家貼牌啊 就是這個是印上去的 那工廠也是可以給大家 訂自己想要的LOGO 那一支就看你的品牌價值值多少錢了 我們沒有進這兩款 因為它的設計上我們不是很喜歡啦 就是它跟美國某個品牌很像 然後我們就是針對它的缺點做一些改良 所以會做比較長的 或者是拿起來比較神秘的按摩槍 像這兩款 就一支比較長 然後一支比較神秘 Booster Pro2的電池呢 它是做不可插把的 所以呢 它如果要換電池的話 沒辦法自己換 但是它的優點就是 基本上它電池絕對不會用到一半斷電 證到一半突然不能用 那市面上其他品牌 他們做的都是可以插把式的電池 但是用久了會有一個缺點就是 他們的這三個接觸點跟 按摩槍機身的這個裡面的點震動球 它會鬆開 那就會用到一半就斷電 這是插把式的電池的缺點 這是我們Booster Pro2的電池 那大家可以看到 這上面呢有這個CP 就是歐洲的一個安全認證 那它是這邊都有一些條碼這樣子 那接下來看一下 市面上買得到的其他的品牌 這個它的電池呢 上面是沒有CP認證的 然後也沒有小碼可以掃 要不要再看 我們房間有個問題 接觸到的小碼